如果你的钱包里连五万块钱的存款都没有 那么我建议你先别着急赚钱 因为赚钱这个事并不是你着急就能赚到的 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保持一颗稳定的情绪 如果你的情绪不稳定 很大程度上你就会出现病激乱投一的现象 甚至还会被身边的小人掏空钱包 今天我给你指三个方向 你只需要按照我告诉你的方向做 然后让自己保持一颗稳定的心 慢慢的你就会收获更多的财富 尤其是最后一个很重要 第一给自己每天养成三十分钟学习的习惯 你为什么没钱 就是因为你不爱学习 总是喜欢玩游戏喝酒等这些能带来短暂快乐的事 不学习你就不知道如今什么项目活 不学习你就不知道如何收获财富 所以一定要养成喜欢学习的好习惯 你只有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商业认 那么你才能收获财富 刚开始只需要给自己每天三十分钟的学习时间几个 慢慢的你就会养成这个好习惯 从而每天学习的时间就会更多 随之而来的就是你的钱包会越来越古 第二一定要和贫穷的人端开链接 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就是当你在打羽毛球的时候 你的对手越厉害那么你发挥的也更好 而如果你的对手是一个菜鸟 那么你自己也不自觉的菜了起来 因为人这个东西是很容易被身边的人影响的 做项目也是这样 如果你身边都是高手 那么你也能收获更多的财富 同样的 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是穷人 那么大概率你也和变富 想变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和贫穷的人有太深入的链接 要多和富人链接 那么你就会越富 第三一定要养成记账的好习惯 对自己的每一分钱都有一个清晰的规划 不记账你就很难变富 因为你需要清晰的了解你的钱都去了哪里 你不要小看记账的力量 国外有权威专家指数 穷人之所以会穷就是因为不想记账 或者懒得记账 而富人几乎都会很重视这件事 因为这样他们就能深入的了解自己的收入和开支 从而在能带来收入的地方多投入 在开支大的地方多做节约 那么你钱包里面的钱就会越了